直接用玉米粒去取代了花生 然後接著呢它還有一些海帶 它連肉都不是一般肉粽我們會看到的那種 而是這個拉麵裡面會有的臀骨肉片耶 哇一吃下去那個松露的味道 直接在你嘴巴裡面爆開來 以為它是蛋黃 結果認真看了一下 這是魚蛋耶 竟然會出現在肉粽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 真神奇了 大腸 一顆肉粽要780塊 它的鮑魚沒有在給你演的耶 直接一整顆給你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呢是我們的端午特別計畫 Part 2 上一集呢我們跟蘋果妹一起吃了很多來自家鄉味的南部粽 那今天的主題呢就比較特別一點了 相信一定有很多人吃膩了 南部粽北部粽又或者是客家粽 所以我們今天呢特別挑選的6種 超級不一樣 你一定會覺得 啊怎麼可能會有這樣子的肉粽 的那種口味呢 給大家開箱試吃看看 那到底是哪6種呢 就是這6種 那前面兩個呢是由新東洋所推出的 味噌拉麵風味粽 還有呢一個是松露微棗粽 我覺得這個松露的味道非常的重 那中間這兩個呢是由萬丹椒所推出的 潘麻辣鍋粽 還有剝皮雞湯粽 那接著呢這兩個是看起來形狀特別不一樣的 分別是由君悅酒店所推出的 鮑魚瑤柱花菇粽 還有海霞會所推出的 廣式荷葉辣味粽 這6個肉粽 分量都非常的足夠 尤其是這個海霞會的 比我的拳頭還要再大1.5倍 超誇張的 我估計這吃一顆呢就會飽到不行了 那接著呢是我覺得比較特別 我比較想要嘗試的口味 會是這個味噌拉麵風味粽 剛剛是用響的都覺得有點難以想像 因為畢竟粽子這種台式的東西 怎麼會去加上日式的拉麵 好啦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第一個呢就是我剛剛最期待的 味噌拉麵風味粽 我很好奇它到底會長什麼樣子 喔 熊腾腾 熊腾腾 它看上去真的很有拉麵的感覺耶 首先是我們很明顯就可以看到 直接用玉米粒去取代了花生 然後接著呢它還有一些海帶 聞起來 還有臀骨拉麵的感覺 大家可以看到呢 這邊有一區筍片 不過呢它還是有附肉粽裡面 會有的這個蛋黃粒 感覺應該蠻好吃的 我們來試吃看吧 它裡面呢也是有瘦肉的部分 我覺得它原本這個肉粽裡面 該有的食材呢 它還是有夾在裡面的 它連肉都不是一般肉粽 我們會看到的那種 而是這個拉麵裡面會有的臀骨肉片耶 果然是非常有拉麵的感覺 而且它這鹹蛋黃給的啊 超級有夠大顆 我們先吃吃看吧 首先它這個米粒的部分呢 它有南部粽的口感 我覺得它肉片的部分 比較一般一點點 我覺得它筍片的味道呢 不太像是我們一般 拉麵裡面筍片的味道 它是用輕煮的方式去做這個筍片 其實不會搶到整個肉粽的味道 吃起來這還不錯的 蛋黃看起來很好吃耶 我好像在吃蛋黃酥的感覺 不過搭配起來很好吃耶 總結來說的話呢 我覺得有85分 好 那我們接著就馬上來試吃下一顆吧 第二個呢是松露微棗粽 兩入300塊 算是單價比較高一點點的喔 哇 我都還沒有完全拆開 它的松露味就飄出來了 外觀上看起來的話 很多的松露 這顆粽子呢 它是全素的粽子 然後它裡面呢有三種菇 分別是猴頭菇 羊菇還有杏鮑菇 感覺松露味應該會很夠 哇一吃下去那個松露的味道 直接在你嘴巴裡面爆開來 超誇張的 它的配料其實不算太多 不過我覺得光是松露味搭配上它的糯米 就絕對可以把這一顆吃完了 那我們來吃吃看猴頭菇好了 只能說 松露搭什麼都是對的 它有Q彈的咬勁 但味道上呢還是松露佔據了所有的味道 總結來說的話呢 大為CP值上沒有那麼的高 我自己評分的話呢應該是給 7.5分吧 算是中規中矩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直接來試試看第三個肉粽吧 第三個呢是川麻辣鍋粽 那我們就直接打開來看吧 完蛋了 這顆吃完了 這個超辣的感覺耶 首先呢它的外觀看上去 它非常的橘 肉粽表皮上面啊 還有一些看起來像是辣椒的 這種小紅點 它還附了一包茴香鮮辣粉 我們等一下偷偷加一點看看 我剛剛一開始打開的時候以為它是蛋黃 結果認真看了一下 這是魚蛋耶 竟然會出現在肉粽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 真神奇了 大腸 好 那我們先吃 魚蛋 好辣 它的魚蛋是麻辣魚蛋 我覺得它就是一般在夜市裡面我們會吃到的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大腸 它的大腸比較沒有那麼辣 它是皮薄薄的 蠻多汁的 表現就比魚蛋好蠻多的 然後這個肉的部分呢 看起來是肥瘦都有 嗯 這個肉蠻香的 雖然都是瘦肉 但吃起來不柴 再會小辣 但是沒有到那麼誇張 我們加點辣粉吧 非常的紅呢 這整塊 我需要水 啊 好辣好辣好辣 然後它本身的糯米呢 非常的辣 如果你平常是可以吃到中辣的朋友 我覺得你吃起來應該會覺得非常的爽 好 那我們來中和一下 我覺得這個粽子呢滿有特色的 它有加一些平常不會在肉粽裡看到的東西 應該是可以給到一個8分左右 不過我自己不能吃辣啦 所以6.5分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要來吃第四個 剝皮雞湯粽 打開來看看吧 萬丹椒推出來的肉粽都滿特別的耶 其實我們第一個看到的是 它好像有把這個剝皮辣椒 弄成一小片一小片的 加在這個糯米裡面 這個肉粽裡面就沒有豬肉了 就是用雞肉去取代掉了豬肉的部分 首先是它剝皮辣椒的味道也做得非常的出來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剝皮辣椒的這個味道呢 跟糯米本身並沒有很搭 雞肉的話我覺得一般般 表皮上呢是有一點點微乾的 我覺得蛋黃的部分算還不錯 然後味道也沒有被這個剝皮辣椒的味道給蓋過去 覺得總結來說的話 這一顆肉粽我自己本身沒有那麼的喜歡 我自己只會給到大概6.5分左右 個人覺得它CP值沒有那麼高 今天呢就要來到我們最後的兩個奢華肉粽 超級大顆的海峽會的肉粽 難道它裡面有臘肉嗎 很好奇耶 然後形狀呢也跟一般的肉粽不太一樣 難道奢華的肉粽都是長方形的 看到它的外觀的話 其實有蠻多的臘腸跟肝腸的 我剛還不知道肝腸是什麼 偷偷上網查了一下 他說它的糯米啊其實都是加上了臘肉的碎肉 所以基本上每一口都可以吃到臘肉的香味 因為我吃這個糯米的感覺啊 有一些酒味耶 它腊肉在醃漬的時候是可能有帶一點米酒啊 之類的去做 我們先從肝腸開始吃 我覺得它吃起來 比一般的臘腸再更瘦一點點 試試看它的臘腸好了 這個臘腸之後就很明顯的感覺到 口感真的是比較扎實 那總結來說呢 一顆要價200多塊 稍微算是蠻奢的肉粽了啦 它的料的種類有一點點 稍微偏少了一點點 畢竟它的食材呢還是厲害的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有個7.5分吧 還算是不錯的啦 那如果你是想要買給家人朋友的話呢 這種禮盒的話我是覺得還蠻適合的 好啦 那接著呢就要來到我們今天的最後一顆 超奢肉粽 噔噔噔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超奢華肉粽 一顆肉粽要780塊 它也是一個禮盒 然後它是兩顆1560 所以真的是超級奢華的肉粽 它的外觀看起來很像是一坨糯米 然後上面放了一顆香菇 又沒了耶 怎麼會這樣 對耶 它的旁邊也都看不到任何的餡料耶 沒關係 那我們打開來看看吧 噔噔噔 打開來之後啊 我覺得它超級不像粽子的耶 它的料也非常的單純 剛剛上網偷查了一下 瑤柱呢其實就是干貝的一個統稱啦 所以呢這個就是瑤柱 這個呢就是鮑魚 然後這個呢就是花菇 這個粽子的全名 就完全融入在這三個東西裡面了 很好奇這一顆780塊的粽子 究竟有什麼魔力 沒關係我們就吃吃看 先從它的糯米開始吧 它的糯米啊 是一種淡淡的清香 選用的米應該是很好的喔 很Q彈 老實說這糯米真的很好吃耶 應該可以算是我目前吃到的肉粽裡面 糯米最Q彈 蠻好吃的 它的鮑魚沒有再給你演的耶 直接一整顆給你 那我們就吃吃看囉 它鮑魚應該是有事先先做過調味 然後最後才放到粽子裡面的 然後它的口感 非常扎實 要說非常喔 還蠻厲害的 來吃干貝 那它干貝不是小顆 有一點點可惜 有干貝的味道 但是又沒有那麼的鮮甜 好那我們最後就來吃一下它的花菇 它花菇呢比一般的香菇 會再多一個粽葉香 這花菇是我裡面最喜歡的東西 蠻好吃的 畢竟它一顆要780塊 剛剛我們所吃的東西呢 就是這一顆粽子裡面所有的料了 老實講我覺得它的料實在是 有一點點太少了 我自己可能不太會再去買第二次啦 估計應該也是給個7分左右吧 好啦那今天的這個超特殊 還有超奢華的粽子 開箱呢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其實我覺得今天讓我最驚豔的 會是這個味噌拉麵風味粽 覺得它的料真的是多到讓我有一點驚豔 第二名呢會是這個松露微棗粽 雖然說它的料有稍微少了一點點 不過光是松露這一點呢 就值得我給它第二名 那第三名呢我會給這個 廣式荷葉拉味粽 它算是一個蠻特別的粽子 就蠻好吃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啦 喜歡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就下集見吧 掰掰 喔那個花椒爆開 Oh my god 好 那我們就接著馬上來吃吃看第四顆肉粽吧 好啦 吃的超級飽飽 到我現在應該真正到端午節的時候 一顆粽子都不想要再吃了 我走了 好 邊 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